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轩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弹大战略所教授王高成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还有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稍后会加入我们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欧洲的破产警报 现在正在响起 首先看看 因为在俄罗斯 对于欧洲来讲 可能像欧洲很多人会想说 普吉尼下台之后 我们这样子这个能源危机 就可以解除了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 俄罗斯本身 也有一些内部一些反弹的声音出现 比方说像是俄国有18名 市议员联署要普丁下台 然后还讲说 这是过时政府阻碍人民的发展 要把俄国推回了冷战 另外在战事上头 也是传出说 好像在前线 乌克兰已经收复了3000平方公里的尸土 那也算是这个俄罗斯 就是俄乌战争以来 俄罗斯吞下最大的一个败仗 然后他们就说 现在这个兼并区的这个公投 也要再延期了 可是有这么简单吗 这个如意算盘 真的有可能发生 普京下台的事情吗 恐怕也未必有 因为现在这个普京看起来也是很稳 他还有凝聚其他的力量 但是欧洲自己面临到的能源危机倒是很难以解决 我们看看欧洲的能源危机表 随着欧洲天然气的价格飙升八倍 现在截至八月 欧洲各国的一个补贴资金 已经高达了2760亿美元 那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补贴最高的是谁 最上面这个就是德国 德国他现在已经花费了超过600亿美元 那所以还包含了像是英国啊 西班牙啊 还有这个这个希腊 他现在是支出占了GDP 大概有3.7%之高 所以高盛就分析了 欧洲的能源危机 现在影响更胜于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所以你看看各个国家都要靠补贴 度过难关 不然人民真的支撑不下去 那欧洲的企业也要补贴吗 欧洲的企业现在也面临到了一个倒闭危机 现在随着冬天的来临 包含了欧洲的航空 也陷入了破产警报 在欧洲的COVID-19的这个疫情之下 现在几乎没有航空公司倒闭 但是呢 接下来恐怕会更惨啊 疫情都没有让他们倒 但是接下来能源危机恐怕 三个月内会出现状况 因为燃料已经成本变成两倍 提高工资要应对这个员工的短缺 因为都招不到人 所以要用高工资来吸引人家来工作 而且通膨也导致 现在人们就减少飞行 减少旅游啊 整个消费力大减 所以很难有这样子回温的一个迹象哦 那所以普钦他现在使用这个断气这一招 这个德国的大量进口这些产品哦 这其实也引爆了这些幕后的危机 什么样的产品呢 他上半年进口了28亿吨的无机化学品 增加了40% 那德国所有的工业产品哦 生产包含了汽车啊 计算机晶片还有绝缘材料 其实都是仰赖化学产品 那他们这个化工商开始购买的 呃大量购买氨哦 而不是生产氨 以减少工厂的天然气的消耗 因为天然气是氨生产的一个关键原料 所以他们就是转而来买氨啊 那欧洲的氨产能 现在已经减少了将近4成左右 所以看起来也是很有危机啊 再来我们看看法国 他现在也是乌漏偏逢连夜局哦 因为法国的左翼啊 就讲说这个能源危机啊 这个就是马克宏你无能啊 所以就像马克宏不断的施压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快要没有电 可以用了吗 他应该离谱的失误哦 导致两天损失了18亿元哦 因为他们的电力商大搞乌龙 所以他出现了超卖电力的交易错误哦 所以使得公司出现了6030万美元 大概是台币 6030万美元大概是台币18亿的损失哦 所以我们看起来 现在他们要必须紧急向英国啊 西班牙德国来求援 然后向邻近国家 然后来要求更多的这些电力哦 那现在能源短缺的问题 马克宏也跟这个能源的公司的负责人 还甚至爆发了相关的冲突哦 就是因为 哎呀就是缺乏嘛 所以大家火气都大 那数据上也显示说 到了8月29号的时候 已经有30座的核反应炉关闭了 57%的法国核反应的发电量已经在下降了 那法国的电力公司的执行长就讲说 他是反对关闭核电厂 这个时候你还要关闭核电厂 那不是跟能源做 做对吗 大家都已经缺乏 那另外一个牺牲品就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也是妙人 因为塞尔维亚其实哦 他是在这一波跟欧盟所有国家唱反调的一个国家 那武器期现在也变成大家的矛头啊都指向了他 塞尔维亚就讲说 11月起将用自己跟伊拉克的石油 来取代厄油哦 因为之前呢 俄罗斯的油被制裁 那他的油呢 只能通过这个亚德里亚海的石油管道 通过这个克罗埃西亚来输送到塞尔维亚 但是现在这个管道 有可能也没有办法输送进来 所以他必须得要用自己的油 石油跟厄油哦 来来做取代那武器期的讲法是说塞尔维亚 会再次成为现在大国冲突的附带牺牲品 而且他讲说粮食的危机也即将到来了 如果西方认为通过军事可以战胜俄罗斯 那很不好意思哦 你们可能面临到的这个冬天哦 会是吉地一般的冬天 大家不能太过乐观 我们首先问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俄国的问题说几个市议员 要求他们的总统下台会形成力量 这不可能的事情 普丁到目前为止他的声望还是很高 然后他在区域间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他对于俄国的掌控能力到目前来讲 没有看出有任何动摇的迹象 军队对他的效忠也没有看出有动摇的迹象 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一些市议员 他们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马上反映出说 这个普丁的这个领导力已经出问题了 这个俄国的内部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 我想这个太高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那随便要几十个市议员或是立法委员要求蔡英文下台 那绝对不是少数 对 那随便就可以超过十八个 三四十个都有 那所以要蔡英文下台 要这个苏登昌下台 要陈志忠下台 当时在野党就是都要求他们下台 他们也没下台 对 所以要把这样的一个一些人就说 他们那个就会构成普丁的政权危机 不太可能 笑死太过天真了 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天真 但是普丁对于欧洲的能源 这个手段它是有效的 你看叶伦他已经再度发出警告 叶伦这次他又说 今年的冬天 油价天然气能源价格还会再上涨 那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坏消息 真的是一身冷汗 因为这个冬天怎么办 那您刚刚已经跟我们分析了德国还有欧洲的很多的情况 也就是由于能源的问题所带来的其他的化学原料的问题 包括氨的问题等等 那这些情况该怎么解决 更何况 俄乌的冲突中 对于俄国目前来讲 不利的情形下 俄国对于民生设施的攻击的力道可能不会减少 也可能会增大 这样的情形未来会不会再扩大 这个我们也都是需要警惕的来分析观察 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塞尔维亚的克罗埃西亚跟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 由于克罗埃西亚他本身是在执行欧盟北约他们的命令 但是问题就在于过去克罗埃西亚是属于塞尔维亚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南斯拉夫联邦 后来他要脱离独立的时候 双方就打起来了 双方打起来以后 美国就用轰炸的方法去轰炸塞尔维亚 然后也把大陆的塞尔维亚 那个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也炸了 那这段历史这段仇其实都还在 可是如果塞尔维亚断了这个克罗埃西亚 塞尔维亚断了克罗埃西亚断了塞尔维亚的天然气管的时候 那当然塞尔维亚他要寻找别的天然气管道 寻找别的能源的一个管道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跟克罗埃西亚的矛盾又起来 我们看到彼此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紧张了 那矛盾越来越紧张 那当然有可能塞尔维亚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 要去重新统一克罗埃西亚 这个很难说 因为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动作 因为彼此之间的军事冲突越来越大以后 对塞尔维亚来讲 他要预防北约再一次的对他产生攻击 因此他前段时间跟中国大陆进了红旗的防空导弹 而且已经运到了 这个情况我们很明显的都看到说 其实塞尔维亚很早就在预防 他跟克罗埃西亚之间的矛盾又重新起来 北约又介入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事 问题就在于北约能不能够再介入 这个南斯拉夫也就是塞尔维亚跟克罗埃西亚之间的战争 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乌克兰还在打 如果塞尔维亚又开一个战火的一个口子 那这个欧洲的不平衡 欧洲的不安静 那就很严重了 因为塞尔维亚站往南走就已经要到希腊 我们看到这整个通道中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安全跟稳定 我觉得目前来讲 在全世界本来这个最稳定的一个地方 现在变成全世界最不稳定的一个地方 就是欧洲 好我们来问一下王教授 确实我觉得现在其实西方国家主要现在就是 部落匹风连越雨 因为COVID-19本来其实已经影响到一些供应链 所以经济已经有一些压力 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航空公司之前 其实已经要求政府的这个纾困 那现在就是又有这个通货膨胀问题 那通货膨胀当然里面其实能源供应的 这个不足而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而这里面又跟俄乌战争其实是有关系 因为最主要是欧洲对于这个原来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的依赖度是相当的高 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要制裁这个俄罗斯 为了要支持乌克兰 所以他们降低了对于这个俄国的石油的一个进口 然后逐渐到这个天然气 那因为你这个降低了这个进口 你可能必须要其他地方找来源 在这种预期之下呢 当然大家是抢购这些能源 所以把这能源也烘托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夏天其实已经很辛苦了 当然他们为了冬天做准备 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这个协议 就是说希望大家呢 自动减少到15%的天然气的一个需求量 希望至少能够储存80%的 这跟过去相比的这个天然气来过冬 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有一些大国是比较能做到了 譬如说像德国他们都能做到 但有些小国家未必能够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冬天的考验还是非常的这个大 那我们还有一些的这个产业 你说像这个航空业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其实在这个在 俄乌战争之前呢 在去年时候其实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这个汉莎他已经有亏损了 他也要求政府来补助 所以像这种我觉得重要的这种交通的 这航空公司政府当然一定是要去补贴他的 因为毕竟这种疫情跟不仅是短期的 你不可能说让这种涉及到民生用品的交通运输呢 你就中断掉 但是这个有一些小的国家的 他的这个小的航空公司 政府的财政也不够 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欧洲的一个能源的一个通膨 以及他的压力呢 其实跟俄乌战争又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欧洲是执意要去支持这个乌克兰 当然普丁就是说 因为被制裁所以不高兴 当然就是把这个能源当作这个武器嘛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 他已经把北溪一号的这个天然气 从原来只供气20%到现在 因为你欧洲国家跟美国要求 就是说对于他的天然气做一个上限 所以他又更加的不愿意 所以说任何人他说对这个上限国家 他就不攻气了 甚至就现在这个北溪一号 也暂时的停止的这个攻气 所以我觉得又增加这个压力 那最近当然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乌国这个乌军似乎是有这个反攻 获得这个绩效 我觉得当然从欧洲国家来讲 从战争从军事上来讲 当然他们是感到高兴 不过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就是你这个战争的这个成果 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 因为我们看到俄国 当然他是 也许他有些部分 大家看到的消息 就是他这些士兵从科尔科夫 逃得是非常的快 但是至少他来讲 他并没有说完全权限的溃败 他可能是把兵力再重新集结跟收缩 他是不是还有反击乌克兰 就是说断水断电 对 甚至就是说他采取一些反攻的 这种比较容易做的 也许我对你军事上不能做到 但至少我对你这个断电 就影响到你这个民生的这些需求 也给你这个压力 所以当这个俄国 这个受到在乌克兰战场上 假设是失利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欧洲呢 反而会形成另外一个 也许就是说经济上的危机 也就是说普丁至少他能掌握到 手中的这些武器 其实就是能源 就是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除非你这些欧洲国家 能够从美国以及像中东地区国家 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原油跟天然气的供应 否则你尽管是在战场上 可能你协助乌克兰有进展 可是相对来讲 它就是一个循环 那俄国可能在战场上 也许在反攻 那这个战争就更难以去结束了 那甚至就是说 这个能源的高涨的问题 短期内也难以去解决 那赛尔维亚 其实他是有提到了 就是说他认为说成为大国的牺牲品 除了这个能源供应之外 最主要是说 他跟这个科索沃之间的问题 就是科索沃就是希望这个独立 那这个独立来讲的话 现在其实在西方 这个整个全球就分成两派 就是说美国其实是 比较站在科索沃这边 希望塞尔维亚能够来让步 但是俄罗斯跟中国 跟一些这个90几个国家 是支持塞尔维亚这一方面 那最近这个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 科索沃又有这个新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们不承认塞尔维亚所发的 这些身份的一个证明 所以这个北约这些国家 跟欧盟这个国家 就是希望你塞尔维亚能够让步 因为在这段期间来讲 他们面对俄乌的战争压力已经很大了 再加上内部有这个通膨跟能源的压力 当然不希望你在这个南斯拉夫 这个南欧地区再发生这个冲突 那所以塞尔维亚就是说 那我是变成大国角力的这个牺牲品 因为你们这些欧洲国家希望息事宁人 就变成我要牺牲我的这个主权 所以一方面是能源方面 他当然还好他有自己的产的 然后能够有这个伊拉克跟土耳其的石油的这个进口 但是毕竟就是说这个压力比较大 那另外就是涉及到他在地缘政治 他原来跟这个所谓科索沃之间的这种关系 看起来就是说西方国家似乎有点要牺牲塞尔维亚 就是希望你能够顺从这个西方的一个期望 但是我们知道塞尔维亚背后如果假设有 这个俄国跟中国的一个支持的话 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到大国之间的角力 好 惠伦哥 刚提到说这个俄罗斯有18个市议员 我是比较担心他们的安危 而且这个新闻看起来是CNN跟自由欧洲电台在报导 CNN就算了 这个自由欧洲电台那个名字很吓人 其实他是美国政府出钱的 跟自由亚洲电台一样 就看看就好 你在普丁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 准备跟习近平要见面的 他稳得很 那你如果说18个国会议员 18个市议员 这个就算了 那刚刚这个王老师也提到说 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红色这一块 这已经从乌东到乌南了 这个才是顿巴士 这都到乌南 这下面这克里米亚半岛 那你看到黄色这个是反攻的地方 到底黄色比较大还红色比较大 是我有射满还是你有射满 这到底乌克兰是反攻什么 这个你现在看到的红色这一块 就是从2月24号到现在 普丁他挥兵乌克兰占领的区域 你如果真的要把 克里米亚不算 因为克里米亚是2014就占领了 你这个红色这一块 你通通把它抢回来 那个才是你赢 也不能讲你已经收复而已 你只攻附一点点黄色这一块 说有什么进展 我是觉得很奇怪 宅宅我谈一下这个能源 你刚刚提到欧洲这个事情 观众朋友其实答案很简单 为什么这个制裁是失败的 因为俄罗斯他把他其他东西 卖给了印度跟大陆 那制裁俄罗斯的是少数 包括我们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蔡总统 我们去制裁俄罗斯干什么 好那我们也去制裁了俄罗斯 那制裁俄罗斯有成功吗 观众朋友国际社会有团结吗 那为什么加入北约的是 芬蘭跟瑞典 芬蘭跟瑞典又没被打 你加入北约干什么 我可能会被打 正在被打的乌克兰 北约说你不能加入 为什么 因为你会连累到我们 所以你就不能进来 那你北约这些国家有多伪善 本来就是因为 你要加入北约 所以普丁来打你 现在普丁都打了半年 你还是不能参加 那不是莫名其妙吗 所以这个国际社会的制裁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俄罗斯根本无所谓 你敢跟我假笑 你全部都要跟卢布跟我买 到底谁在制裁谁 我看起来是俄罗斯在制裁欧洲 所以是欧洲这些国家 老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我说为什么制裁会失败 当你美国这些西方社会 你说制裁失败 那你应该去制裁印度 我叫你不要买 你怎么买呢 其实美国自己也在买 那你自己都在买了 你要制裁别人 你就知道有多假 我非常同情乌克兰的这些老百姓 你们被打了半年多 战争还不晓得怎么结束 冬天又要来的 不过只要想我最后问个问题 也请教赖老师跟王老师 请问乌克兰的天然气是哪里来的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那乌克兰的 那俄罗斯把关掉就好了 乌克兰的天然气跟谁买的 乌克兰你是不是用 也是用卢布跟他买的 那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到底在打什么 所以看到战争有多可怕 我讲一下这个蔡总统 蔡总统他今天提到说 因为蔡总统去南投拜拜 他说全世界关心俄乌 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 蔡总统说台湾理性跟冷静 很不简单 观众朋友我们真的是理性跟冷静吗 我们在讨论是什么 论文马桶海鲜跟疫苗 那今天讨论的是卤肉饭 我们哪有冷静跟理性 没有 我们是呆了 人家东风飞弹都打到我们头上来的 我们还是一样这样 我们其实是无感 我们不是理性跟冷静 我们是大难领头的还不自觉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众朋友们回来 好现在全球都在瞩目 因为接下来上和会就要登场了 那大家都要看说 习近平这一回去到上和会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 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那本周将会出访中亚两国 习近平在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证实之下 他们说会到哈萨克跟乌兹别克来进行访问 那9月14跟15号 就会在哈萨克的首都努尔苏丹 来举办世界领袖跟传统的宗教大会 也有机会会见到教宗吗 那另外呢 大家也关注 会不会有机会跟沙国的王储碰面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他现在这个习近平出席上和组织 那今年的会议重点就在于 这个扩充成员国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讲到 像包含了像伊朗啊沙国啊 都有透露出这个意愿说 他们也想要加入到上和组织 那现在确定的是说 除了伊朗的加入之外 包含了阿联酋 叙利亚沙国等十多个国家 也都有释放出这个讯息 有的也已经填写了这个加入的这个申请了 那其他的后援国还包含了缅甸啊 柬埔寨跟尼泊尔 那习近平呢 有可能就会跟这个普清啊 在乌兹别克这个地方见上一面 莫迪现在也证实他会去到上和组织 但是会不会跟习近平碰面呢 现在大家也很关注 那拜登现在看起来好像要跟这个上和组织 有一种好像对决的感受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上和组织 现在变成好像是抗美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上和组织足以抗衡美国的五眼联盟 跟G7吗 因为上和组织其实它里面还包含了 像是这个印巴 他们明明是世仇 但是在上和组织也是和平共处 中印的冲突也在这个组织内得到消解 所以看起来这个上和组织 好像化解了很多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反倒跟这个G7主张的 好像我们要共同对抗一些国家 那种感觉是不太相同的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沙国 因为沙国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军工很感兴趣 在泰国的这个国防防务展上面呢 沙国就豪够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装备啊 包含了FK2000的弹炮防空系统 还有猎鹰70的防空系统 以及HQ-17A的这种自行防空系统啊 他们都说哎 这个很有这个浓厚的兴趣 CP值非常高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军工啊 跟这个武器哦 他们其实是非常喜欢的 那另外呢 看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哦 人家讲说 现在是不是美中俄 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安三角哦 因为从国际局势 现在的一个变革看起来 好像中俄是走得挺近的 那俄国的疲弱 也使得中俄 现在开始联合起来抗美吗 越来越多的国家 现在群起反美霸权哦 已经美国不再是以前的美国 美国也甚至哦 逐渐不被一些欧洲的国家给信任 也就是说欧洲国家 现在也藉由这个恶物战争 看清楚美国 你在背后一直在打算盘 你是想要卖军火 你只是想要卖你的天然气 卖能源给我们 但是你真的不会管我们的死活吗 那另外看看在亚洲这边的一个影响 这个美中 中美日韩 拜登现在着重在东亚防线上面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 讲说中日的关系啊不进则退 双方一定要见性守诺 对于涉台的问题不容含糊啊 那日本的这个官房长 松野薄一他的回应是说 对华的关系 中国应该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哦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岸田的内阁支持率 现在只要掉到百分之四十啊 也是这个上任以来最低的一个状况 甚至大家对于美国驻军哦 内部都有一些反弹的声音 比方说像是在冲城县的这个知识的选举哦 反对美军呢 在这边建这个美军天建机场的搬迁哦 这个现任的郁城 郁城丹尼哦 他现在哎呦我把他画掉了 郁城丹尼他现在获得了连任啦 那所以看起来大家都觉得说 哎美军希望你可以撤走 甚至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受访者认为 日本最好呢是赶紧深化跟中 这个哎中国的一个关系哦 不要再一直随着美国一起唱和 那日本的网路上面还流传哦 一旦郁城丹尼连任的话 中国就会侵略冲绳的这样的谣言啊 就说啊郁城丹尼会把美军给赶走 他会把中国给引进来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呢 甚至呢冲绳还曾经是这个二战中 最血腥的一个战场 所以这里的人其实不想要再成为牺牲品 也就是说他们会选择郁城丹尼 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再跟美国 我不想要在你这边继续在驻军 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美国跟日本最近在冲城 就是琉球群岛所做的一些军事上的活动 其实是有一些危险性有一些挑衅 他采用的这个模式是美国在波兰 在立陶宛采用同样的模式 他是怎么玩呢 也就是他跟立陶宛或是跟波兰 举行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而这个军事演习里面 例如说使用大规模的坦克 那么也就是说在俄国的边界上 进行大规模的坦克战 结束以后他就把那个坦克 还有他的弹药就留在波兰 那人员就回美国去了 可是武器弹药都留在波兰 那这样的情形下 就是说使美国一旦需要的时候 你马上把人员用空运的 就送到了波兰 那马上就可以进行战争 他现在要复制这个行为在琉球群岛 他在琉球群岛 目前打算要办一些军事演习 尤其是地面火炮部队的军事演习 结束以后传说 美国可能就会把他的这些武器 就放在琉球群岛 就冲绳 那冲绳的居民很清楚地知道 如果是如此的话 等于是他在威胁中国大陆的安全 那一旦如果两边产生了矛盾跟冲突的时候 战场是在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觉得你已经占了我的土地 用了我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我的最精华的地方 三分之二的那巴士是被你拿去使用 而且这个军用飞机上当下下不断地在起飞 干扰我城市的发展 干扰我这个地区的周边居民的生活 然后你为什么不前走 那到目前为止就是不前走 所以对于琉球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我们是要一块的是和平的地方 你们最好把军事基地都牵走 但是美国跟他的这个日本的中央政府 怎么可能把一个这么好的战略位置 把他牵走 现在日本还传说 他想要去制造 这个射程是1000公里的精准的导弹 那1000公里导弹可以打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当然也会把你列为 我的主要的威胁国 那很有可能他的导弹的方向也会转变 所以中日的关系 其实主要还是日本 因为一直追随美国 那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所以日本他其实本身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问一下赖老师 因为现在感觉起来这个上和组织 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这么瞩目这件事情 因为习近平要去 很多国家也要趁此跟习近平碰上一面吗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出国访问 疫情期间 他第一次出国访问 而且跟重要的领导人 开始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所以对于欧洲美国来说的话 他们高度重视这次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 因为他要处理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要加入上和组织 没有悬念了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的高峰已经都签约了 都同意伊朗加入 那你想伊朗一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后 美国对于伊朗所施加的片面的经济制裁 上海合作组织就不会理会美国的这个片面的经济制裁 他们会团结起来 那这样对伊朗面对的经济的压力 就会有很大的缓解 也就是伊朗的油 卖到这些国家 他就可以 因为他们是团结的 可以跟美国对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要处理阿富汗的问题 阿富汗的问题就涉及到乌兹别克 跟阿富汗周边的其他几个国家的族群 所以他们是有重叠的一个地方 那他们现在可能要提出一个 阿富汗的经济复兴的路线图 也可能要提出一个阿富汗的安全战略图 那如果说这些获得通过的话 等于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八国 现在加伊朗九国 很多的国家都是跟阿富汗都结界的 他们会来共同协助阿富汗 那这样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政府的抵制 那个力量就会减弱 我觉得这是他们要谈的两个问题 另外一个您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这些大国领袖看起来 都是希望能够跟习近平有会谈 那习近平已经确定跟普丁会有会谈 而且确定是对哈萨克 是进行的是国事访问 对乌兹别克也进行的是国事访问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元首 尤其大国的国家元首 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一系列的合作的协议出现 因此我们估计相当有可能 因为哈萨克是一带一路 非常重要的枢纽点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就是习近平跟哈萨克会有更多的这种 有关于两方合作的这些协议的文本 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我觉得目前来讲 以普丁的情况是本来把它看成是 俄国后院的中亚这个地方 普丁已经同意这个地方 也让中国大陆进来军营 那中国大陆在中亚这个地方 产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好 我们来问一下王教授 确实 我觉得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大 那习近平这时候能够出国 就是他在疫情以来 首次的一个出国 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表示 他内部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稳定 因为中共二十大根本都还没举行 他事实上大家认为 他首次多边外交 可能在二十大结束之后 他这个第三任的这个总书记确认之后 才去参加这个国际的会议 但他显然就是说在此之前就去表示说 而且二十大的这个 十九大的七届的会议也都日期都定了 很多方面看起来 其实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来讲 他内部稳定 我觉得中国内部稳定 当然国际上对习近平的 这个更加的一个看重 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很多国家 俄罗斯他也面临到欧乌战争 欧洲国家也面临到这个经济跟通膨问题 美国内部还有这个政党的这个分钟 选举都还没有结束 看起来中国是率先敌定 那第二个我觉得习近平在这时候出去 表示说他对于上和组织的一个重视 因为第一个上和组织整个的发起 其实就是中国首当开始 从上海五国开始 后来再逐渐的这个扩大的这个成员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说 从地缘政治以及能源跟安全来讲 中国是非常重视这个中亚地区 因为它里面毕竟涉及到这个能源的一个输送 以及它边疆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 有没有像回教的极端组织的一些渗透等等 所以整个中亚地区如果能稳定 跟中国关系好 对中国的能源问题以及安全问题都可以解决 那另外就是中国也在积极推这个一带一路 那中亚地区这个路桥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路上丝绸之路 事实上一定要经过这个中亚地区 所以我觉得他要稳住这个中亚的这个这个关系 那我觉得这一次等于习近平去 表示说他对于上和组织的一个一个重视 同时就说这一次我们看到上和组织 它的一个重要性是越来越大 就是说除了俄国后来也加入 本来俄罗斯其实在里面也许跟中国还可以再做一些较量 但是因为看起来俄乌战争使得这个第一个 俄国是陷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战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束 对于这个俄国的经济什么外交都有影响 所以看起来好像普丁还巴不得希望 跟习近平能够见上一面 就是能够谈出来就是中国如果能够话语当中 对俄罗斯有一些支持的话 普丁他恐怕在内部跟外部还有一些这个底气 另外就是说这一次成员的扩大 包括伊朗的加入 那现在白俄罗斯也已经准备正式要加入 还有一些新的对话的一个伙伴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说习近平这次去的话 我觉得等于是会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那以及就是中国在整个中亚跟中东地区 它的影响力更是这个越来越扩张 以及就是说在国际上 那么这个俄罗斯显然就是说他对中国依赖会越大 那整个看起来就是说 整个在对美国的对抗来讲的话 中国会越来越变成为一个其中的核心领导国家 好 霍永哥 这个等于7月的时候日本国会才改选 当时他们达到了修宪的门槛 他们的门槛是三分之二 就是岸田他们这些想要修宪的这些政党 结果现在才9月 他的民调就掉成这样子了 主要原因看起来跟这个统一教 就是这个安倍被暗杀的那个事情也有关系 不过他的民调如果掉成这样的话 日本还会修宪吗 当时不是说岸田有黄金三年吗 都不用再改选然后什么的 就没讲到才两个多月的时间 刚刚賴老师提到习近平从2020的1月 从缅甸之后两年多第一次的出访 我们先看拜登最近去了哪里 拜登最近去的地方可多了 光就讲这一年 他欧洲也去什么G7 北约峰会 然后在美国办东协的峰会 美洲的峰会 也去了韩国 日本 以色列烧调 一直跑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上个礼拜 这一个 这是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树立文 他故意出来讲 他说G20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拜席会 他说目前没有规划 就算见面 也不一定会有进展 人家都还没见面 自己唱出来自己的 可是你看看今年的2月的 北京冬季奥运 普丁就跑去参加了 普丁是故意去跟习近平见面 这次又要跟习近平在上和峰会见面 这样的发展 因为大陆有一些学者 一直有一个理论 我听了不是很高兴 所以我要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心里不高兴 这部分大陆学者理论是说 当大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 两岸问题就解决了 就自然会解决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大陆变 因为现在大陆是 第二大的经济体 他说大陆的经济体 超越美国的时候 两岸问题自动就解决 自然就解决了 这个话我怎么听 心里都不高兴 可是刚刚你听两位专家 还有宅宣分析的这些 包括上和峰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的变化 如果大陆哪一天变成第一大国的时候 是不是两个问题就解决了 请大家自己想一想 好 你先休息一下 王正马回来 好 所以美国呢 因为忌惮中国大陆的 好像GDP也快超越他了 军事啊 航空啊 处处都有造成他的威胁 所以在这个国际情势上面 就要一直拉帮结派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的澳洲 也变成了一个好像美中之间的一个角力场 那当然澳洲是不断的在依赖中国大陆 但是这三方的角力 现在澳洲呢 又释放出来说 他要买这个B-21的隐形轰炸机 说是要防范中国大陆啊 这是亚洲时报的一个报道 那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王群 他就回应了啊 他说英美澳这个核潜舰的合作 其实涉及了这个核材料的转让 本质上就是一个核扩散嘛 那合理啊 为什么这个澳洲可以拥有这个核潜舰呢 那其实在联合国上面真的是说不通 但是呢 因为是美国英国主张的 所以就拿这件事情没辙了吗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现在瞄准南太平洋 那美国就说啊 我们急需反击啊 但是报道一看也知道 是美国的媒体啊 华盛顿邮报用这样的语调来讲话 他说像帛琉啊 马绍尔群岛 还有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这三国 跟美国签订了自由联合契约 两年内就要到齐了 现在美国很担心啊 他就说要续约来巩固关系啊 也变成了一个抗中的关键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担心呢 因为现在所罗门毕竟跟这个中国大陆 走比较近嘛 那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拉帮结派的话 除了所罗门现在丢失之外 这几个国家签约之外 那另外就剩下了澳洲了 那澳洲的前官员就讲了 他说我们澳洲就继续当美国的代理人 挑衅中国 其实很危险 像我们当这个英国殖民地替英国打仗 但是英国也没有很支持我们啊 近几十年澳洲跟着美国参加许多 很难看的战争 还卷入了杀害平民的丑闻 我们都还没有学到教训吗 但偏偏有这样觉醒的人 都不是现在这个澳洲当权的人 澳洲当权的人还是要跟着这个美国一起 这样站队唱赫嘛 可是澳洲都要面临到的就是你经济的问题啊 你还是靠中国啊 澳洲的贸易部长就说啊 现在我就在等待跟这个中国的部长 可能是商务部长 或者相关贸易方面的一些部长官员呢 看看能不能会面啊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媒体新报所报导 他说因为我们前任政府创造了很困难的环境 现在呢就是希望澳洲的红酒大卖肉啊 龙虾啊能够赶快再卖回中国大陆的市场吧 不然现在全面的滞销 真的这些厂商都快活不下去了 爱班尼斯说要避免前任政府的扩音器外交啊 希望可以赶快跟中国的贸易官员来见上一面 但是呢现在最有最有一点迹象的 就是这个澳洲的牛肉 他已经出口持续两年哦 就是疲软 但是今年的8月有出现一些些的反弹了 那我们看数据上面显示 今年的8月大概年增率有19% 所以这也是两年内首度突破9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哦 那中国大陆对澳洲好像放软了一些制裁 所以销量就开始有一些回升了 澳洲的经济呢 现在也要面临到持续通膨跟疲软的一个状况 他在今明两年哦 那个时间可能都会预期啦 澳元可能都会大幅的贬值哦 澳洲的贸易恐怕也会因此而恶化 所以现在这个澳洲的经济学家就讲说 中国仍然是澳洲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什么叫做不可分割一部分 其实是依赖很大的一部分吧 只是讲的比较熟练一点哦 他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放缓 对于澳洲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就要回到这个1980年 当时李光耀曾经有讲一句话 澳洲迟早要变成穷国啊 他为什么看出这个 一定是看出来澳洲你在政治上面 你在国际局势上面 如果一直当美国的小弟的话 你迟早要面临到变成穷国的状况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看到 中美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我想我们很客观的来说 从川普一直到现在的拜登 都是美国在发起攻击 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个限制 那个限制 这个攻击 那个中国 你这个批评 那个批评 无止境的 不管是新疆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很多时候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 我们也知道美国人 其实对人权不是真的那么在乎 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权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也都处理不了 那美国人对贫富差距 也不是那么的在乎 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 他们都不是很在乎 美国人很追求他自己的利益 可是问题就在于 当美国一直在挑衅中方 就是两边的关系 越来越紧了 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都会面临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会要求他的盟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 一定要选边站 他每一次都会这样要求 那这样的情形下 那当然就是 一个是不要去选边站 一个要去选边站 彼此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 那中国一直从来没有要求 你要选边 而美国却要求要选边 那要求选边的 其他的国家的人 那他要不就是 如果他选中国大陆 而不选美国 那会不会被美国人制裁 会的 可是问题是 当他们发现印度 很特别 也就是印度 他根本不属美国 他发现说 我不选边站 然后呢 你反而更需要我 因为你怕我倒向中国大陆 那你忧郁 你怕我倒向中国大陆 所以呢 你对我的 所作所为 都反而必须要容忍 例如说你对俄国的实施制裁 我偏偏向俄国买石油 买天然气 而且我拼命买 大量买 然后当你美国要对我有意见的时候 我就说 你要教我吗 你要教我怎么做事吗 就跟他对呛 现在我们也看到 印尼也跳出来了 他也想要买了 那也就是有越来越多国家 他慢慢跳出来 他们觉得 原来当你要我们两边 选边站的时候 那你因为害怕我们倒向中国大陆 所以你就要对我好 我把它称之为外交红利 也就是说 以美国现在的目的 就是要遏制中国发展 要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形下 他要拉群 那他怕他那些群 倒向大陆 那由于他怕那些群 倒向大陆 而原来那些群 只要不听美国话的 就会被美国制裁 会被美国攻击 或是被美国谴责 而他们由于害怕被美国制裁 因此他们就在过去 他们就必须要倒向美国 要跟在美国后面 可是他们发现 现在是美国担心 他们倒向中国 那这样的情形下 美国反而要对他们 低声下去了 印度是如此 南太平洋的岛国 像所罗盟 所罗盟以前哪敢 对美国这样讲话 怎么可能敢 这样对澳大利亚讲话 可是你看现在 所罗盟也敢对美国这样讲话 越来越多的国家 他开始敢对美国人叫板 那就是因为他知道 美国人怕他们 倒向中国大陆 这个我把它称作红利了 也就是他拿到的红利 越来越多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的趋势 这样子一直走下去 脑袋越来越清楚的领导人 他们就可以从中美之间 在互斗中获得自己最大的利 而最蠢的人 就是完全倒向美国 追随美国再走 其实澳大利亚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还有民进党也是很典型的例子 完全倒向美国 跟着美国走的时候 你看他的下场就是 李光耀的预言 因为现在我们也注意到 中盟的铁路开通了 花了十年的功夫 十年的功夫 中盟的铁路开通 有三条线 蒙古的这些煤矿 开始源源不绝地 运往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除了从印尼这边 可以获得煤矿 可以从蒙古获得煤矿 它当然对澳大利亚的煤矿的需求 就会一直下降 那澳大利亚 找不到新的买点的时候 你认为澳大利亚的生活会更好吗 我觉得只有会更坏而不会更好 所以把政治放在经济之上 就会像澳洲一样 迟早变成穷国 刚赖老师提出提醒 台湾不要走上这条路 对我们讲说外交是内政的延长 所以我们看到澳洲 其实对中国的政策 也受到它内部的影响 因为之前是保守党政府的执政 它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偏向于美国 比较反中 所以说中澳的关系变得很糟糕 其实在此之前的话 我们知道中澳关系 其实都是发展的 是蛮好的 澳洲也讲就是说不能够脱离中国 因为中国毕竟还是澳洲经济很大一部分 因为根据2020年的统计 其实对于中国的出口 占澳洲大概30%以上 那我看到澳洲其实它地广人心 所以它其实除了当然它有一些科技之外 它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就是农作物 这个矿产的一个出口 以及观光业 所以中国的观光客以及到澳洲留学生 其实对澳洲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当然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影响 当然就是说去的人比较少 可是当然澳洲对中国的不友善 提到就是说澳洲也跟随美国打了很多场战争 大概从韩战一直打到波安战争 打到澳富汗战争 都不是很光彩的一个结束 可是澳洲似乎也别无选择 就是说这毕竟是他们的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当然澳洲有些人也检讨说 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子再打下去 尤其是要跟中国来进行对抗 那我们看到这个工党政府上来之后 其实中澳的关系已经开始有一些解冻了 在三年之内的这个部长没有见面 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在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谈 两国的房长就已经开始这个见面 那我们知道国防是很敏感的事物 但是能够见面开始对话是好处 那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在印尼的巴黎岛G20的里面 王毅跟澳洲的新的外交部长 也进行了会谈 其中也谈到这贸易该是如何恢复 甚至在今年的G20 当习近平要去印尼来参加的时候 现在美国跟中国是否会举行严锁会议 白宫国家固定说还不一定 但是现在中澳之间的严锁会晤 却可能是在安排当中 双方也都乐观齐成 所以我觉得在澳洲新的政府上台之后 中澳关系事实上是逐渐在改善当中 这里面当然很重要是 对澳洲的经济的一个推动跟恢复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好 霍伦哥 宅先生我们不是说澳洲是副警长吗 那副警长的经济有问题 应该去找警长啊 你怎么去找大陆呢 应该去找美国才对 那如果照周遇寇的逻辑的话 那所以澳洲是中共同路人 你们不是舔共吗 对啊 你一下子对大陆有非常多的批评 然后买潜舰买什么轰炸机什么 都是箭头都是对准大陆 可是一方面又希望大陆开放你的 相关的这些出口跟贸易 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那其实这个矛盾也同时存在我们这里 我们这边其实矛盾跟澳洲是一样的 对我们也要做中国大陆